我们看一下这 我们现在有了前面的基础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好 现在来一个操作 大家看啊 首先呢 我们需要做一个操作 我们写一个文件 写一个文件 就是说随便写几行 文件内容是长成这样的 长成这样的 当然这种你可以直接 经这个文件直接打开 但是我不想那么弄 我想直接往里面写 因为里面写的话 我们就用到什么东西 你可以这么写 forput什么呢 你可以来一个forput s吧 往里面写的话 然后只要说写一个 现在10 加10 然后接着等于 后面是有一个反写个n 然后接着往某个文件里面写 那接着这样的话 是不是看到了吗 这样的话是不是说最终 你就往文件里面写了 这一个东西了 然后接着下面这个 应该知道也是怎么写 就是一个表达是 可能中间这一个 这些数字可能不一样 当然我这个就不再用随机数了吗 我就写死他 那紧接着你发现了 最终这种方式 我和我们前面那种 哪一个数字后面一个反写个n 哪一个数字反写个n 是不是一个套路 只是说我这个 把它写死而已 对不对 我就写死一个 好 现在呢 我们呢 来一个这么一个啊 看啊 好 这边已经已经是空的 好 零一 这边我们是来一个 这个是文件版 试着 运算 好 我们先来一个写的操作 我等会可能会用到制服创 我把这个图片进行包含进来 好 那现在我要写东西的时候 我就还是按以前的一个套路啊 先写个write 然后file 好 现在来一个这种 好 现在我们看一眼 首先一个是不是 步骤是打开文件 然后第二步就是 是写文件 第三步了 读文件 是不是 好 接着 那我们就按照这种方式来 我也不做一些出错犯状那种啊 我就简单来了 打开文件 是用文件指针 来个fp 等于foropen 好 现在呢 我还是一个 如果你这个是第一个 我就一点test他 我先第一个啊 好 先问我是以写的方式 以写的方式来弄 好 请接着在这里面呢 看着啊 那我可以先拿一个关于这一个 这个应该是关闭文件啊 我在这里面呢 我先来关闭一下文件 f close 来个什么东西 fp 那我也不做出错犯状那种 我写文件 我还是一个 我写几个就够了啊 好 写几个就说 来个forputs 好 现在来一个 10加10反鞋-n 好 后面写一个f 哦 小个等号是吧 等号好 接着来一个yp 这一个 先写几个 然后紧接着来一个解 解 然后接着来一个乘 来一个除 那再加一个换一种方式 解 然后紧接着乘 然后接着还有一个啥 除 好 就这一个 那么先看一下这个文件内容啊 看一下这一个 对着 你看一下啊 那我网文件里面写这一个东西 好 往这个来写 好 现在来一个 gcc01 好 我们看一下啊 在这儿 有了吧 这种不会有任何错误 每一行有空格 每一行有空格 空行 这是不会有任何错误 好 现在大家要做一个事情就在于 写一个程序 然后紧接着 我不需要 你不需要你保存 你把这个10 加号10 这三个数给我提取出来 然后打印出来就OK了 那接着是 也要做一个操作 你想想和我们刚才那个是不是很类似的 你这格式都是固定的 发现没 所以你只需要把这个10给我提取出来 10提取出来 加号提取出来 也要给我打印到屏幕 就这样 所有文件所有这一个内容啊 好 接着我们先动手录一下 我先来回答一下一个问题 就说 这种你要注意一个地方 我们这个作业的地方啊 看着 调整一下状态啊 你记得格式化一定要按固定这种格式 它叫做格式化是一个术语来的 所以我不喜欢叫格式化 有时候有一个叫主包拆包嘛 好 接着大家看一眼 你要养成一种习惯 你这个制服创是以这种格式 是以这种格式放到这个buff了 所以叫格式化 所以你在提取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 有没有发现我也以这种格式来提取 一定要匹配 如果说你不匹配的话 往往有时候得不到你想要结果的 你在这里面 怎么写的 你在提取内容的时候就怎么写 明白了吗 在这里面呢 就相当于说 把这个东西是按这种格式 最终放到这个buff的地方 而我在这里面 是不是我按我这种格式 把这个东西提取到我的number 由于你buff是按这种格式来写的 我按这种格式来取 是不是肯定不会有问题 所以这种格式化 要一定要匹配好那种格式 这边我们知道啊 其实这一个在前面我也强调过 这个稍微注意一下 好 现在我们回到我们这 这边我会 在这里面我们来一个关于一个读的嘛 little file 好 现在这个东西啊 你就可以把这一个 有时候写的时候 你关键在于如果说 有时候方法都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在于平时练打字 你可以回去再练 有些人说老师打字吗 因为我给的时间肯定不能够给太多了嘛 那接着你只需要把一些核心的拷贝过来 那些就把一些其他相同的拷贝过来 然后接着你就改一下嘛 那接着这样就为了提高效率 晚上的之后有时间 比如说那个什么东西 然后接着这个整好了之后 打开 关闭 然后紧接着哪个地方要改 就这个地方要改 好 接着 现在读文件了吗 那我就开始读了呗 buffer 然后接着1024 好 紧接着来一个 然后接着1 下面来一个这一个 forget s buff sizeoff buffer 然后后面写一个选 fp 那接着是从这边读 它是暗行来读吧 遇到反斜杠 接着 我再说 遇到 反斜杠 n 或者文件 结束 符 或者是出错 出错这种值本是很少啊 出错 然后接着是结束 本次 读取 就想想说是读取一次啊 下次再来吧 然后紧接着在这里面你看一下 然后紧接着在这 写代码怎么写的呢 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地方 你等完了之后你直接来一个 写代码是一步一步来弄的 有些说老师就不废话吗 是不是 我说一步一步是你写一点 打印一点 调试一下 buff 好 紧接着 下面来一个 如果文件结束 然后如果文件结束 我是跳出循环 好 那我就跳出循环了呗 那跳出循环 一步 然后接着 f end of 随 fp 好 下面来一个 blake 搞定 然后先生老师你喜欢了 我没有写完 我只是先来看一下我读到什么内容 我才能够一步一步往下走 这是写代码一种思路 特别是对一些 如果说我基础不是特别加实那种 这种方法很好用 来一个 原来打了一个 又有两个换行了吗 接着后面有没有发现多了一个出来 是吧 所以现在来一个 以后养成就习惯在这边来一个memor set 然后接着来一个buff 0 sizeoff 这样是更加清晰 判断一个代码 好 再来运行一下 好 最后一个是空了吗 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了 所以在这里面呢 然后紧接着给他说一下啊 最后一个是空 然后接着这样的话就有这么一种情况 好 现在有一个情况看着 我把这个 后面假如说最后一行没有反节杠恩了 这种就属于非主流了 通常都是正常后面有个反节杠恩 假如说他就没有反节杠恩 好 我重新来编一下 我重新打开这个地方 你看看一 你发现最后面这边有没有一个换行 最后一个有没有换行 没有吧 在这最后一个没有换行的时候 然后接着你要看一眼 如果说有些人习惯一个最后一个没有换行 现在呢 我打印的东西 我是不是所有东西都打印出来啊 实际上啊 然后紧接你看一眼 如果有些人说 但是现在所有打印出来 如果你最后面一个有换行 你看清楚 那接着 有什么情况出现 好 现在是最后一个没有换行的时候 什么有什么内容就有什么 是不是 好 我们先来一个 如果最后面有个换行呢 是多了一个空的一个东西啊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就稍微注意一下一个是什么地方 就在于在这 你要注意 如果后面没有换行 有换行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什么原因的呢 好 接着有先这么来做 把这句话打印的时候 他习惯放后面 他习惯放后面呢 他就为了防止那种多了空行 那接着我们来运行一下啊 正常 没有任何问题吧 好 我接着不用 我就直接不用这个换行了 只有一个换行吗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是原来有什么数据 有什么数据了吧 好 接着我们看一眼 他为什么是这样的啊 好 你看一下 嗯 这边移过来 还是一个分析 我 第一次读 读 读着 逛过来了 读 关键就在尾部这里 如果我读到第八行 那接着我现在第八行整过来了 接着最终这个满满足条件吗 我读到这一个满足条件吗 不满足 因为我是去到这个位置 然后接着不满足 我是把这个打印出来了 要上一次 是不是我又读了一个 是不是你下次就读下一个字符了吧 读下一个字符 然后接着满不满足条件 满足 所以这个多余的东西没读了吧 感觉很完美吧 我写代码是不是这么来写呢 但是你忽略一种情况 忽略哪种情况呢 如果我最后一个没有换行的时候 你看一下结果 好 接着我重新来变一下 看这个文件 这边没换行了吧 因为我最后写的时候 这边没让它换行 然后紧接着在这里面 让我现在来做操作的时候 让我们现在来看一眼 发现少了谁 少了谁 最后一行嘛 所以说以后你读取文件的时候 你如果这么来操作 那接着你肯定有时候 你怎么知道后面一定有最后一行啊 它有可能没有嘛 那你数据不就小了吗 那接着我们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它会小一行嘛 可以吗 好 接着我们看一眼 还是这一个 这一个零件值 到这一个 这一个读出来之后 我是到第七行 接着它是到这个位置了 能判断吗 打印了 所以十加差 好 接着下次再来 memor set之后你再来读 看到了吗 这一次它遇到什么了 到后面有没有反协干恩 没有 但是它可以遇到谁 文件结束符 那接着我遇到文件结束符 我是不是就提前结束了 接着我想问你 文件结束符的状态里读了 没有 读了没有 在这里面 读了吧 所以说这边是已经 它已经可以判断结束了吧 那结果你发现 是不是最后一行就没了 但是问题在于 如果你这个东西放到后面 有一种情况少一行 你放到前面 是又有一种情况会多一行啊 所以说啊 有个比较好的办法就在于 你可以这么来做 你还是放前面 还是放前面 但是问题就在于怎样的呢 你放前面的时候 你可以做一下判断 是确认 如果说我的谁 我的buff是什么样 大于零的时候 我才进来 那说明你这个东西 最后一个空行那种情况 我进不进来 不进来了吧 是不是这样我们就可以了 所以在这里面 变了一种方法就在于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进来来看讲 好回到我们这儿 看到这里因为它有没有换航符 没有了吧 好紧接着如果好重新加讲一下 如果说你在这边有换航符的时候 好我们看还是这个 可不可以 那也就是说 不管你后面最后一行有没有换航 我是不是都能处理这种方式啊 所以在这里面 你要注意一个地方就在于 最后一个的时候 有什么一种情况啊 最后一个的时候 稍微注意一下这一个啊 好这一个是刚才一些小伙伴问到我 如果后面一个没换航怎么来做出点 好现在我们这个都是有换航那种啊